中共二十大落幕除了习近平连任外 多名新进常委均被视为习家军 10月23日习近平会见了中共二十大代表 中共前总理温家宝和元老宋平等人现身 但胡锦涛没有出现 之前被外界认为会在二十大入场的胡春华 如今落选 习近平见二十大代表时已落选的胡春华 对习拍掌欢笑 至于胡未来去处 有分析认为可能会到人大或政协任职 中共未召开二十大 在疫情并不严重的情况下严厉封城 21日中共官方数据显示 31个省级行政区有28个通报疫情 很多城市减出现几个或几十个病例 就全程封控 让当地民众苦不堪言 如今虽然中共二十大落幕 但大陆民众期盼的清零政策结束并没有到来 各地仍然在大规模拉人隔离 深距台经线核酸云 中共当局周一公布经济数据 结果显示 中国房价已连续第13个月下跌 这表明中国房市仍难以走出低谷 将严重拖累经济复苏和增长 目前中国房价修正幅度 来到1990年代以来最大 有数据显示 闲置空屋的面积相当于10.3个台北是这么大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